大家好,我是童小董 我今天又拿了一对瓶,我就瓶多 我拿了一对什么瓶呢 一对绿地坟采开光会安居乐业 向尔方瓶 大家听,向尔方瓶 也叫向尔方孙 这东西是方的 我以前拿的全是圆的瓷器 我开始和老师干个完的时候 老师说买瓶器买方的 为啥一方顶十元 他这一方顶十元 咋理解啊,是不是说 圆的得卖一块钱方就卖十块钱 当时还真是这样想的 就认为这个方的肯定是贵 我这个概率来说也是这样 十分之一 就说十件瓶器里边也就是一件 甚至还要更少的瓶器里边才有一件方的 所以他这个方的市场损失量 还是比较少的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 一个方的真卖不了十倍的 这个圆的价钱 顶多是三倍 但是一方顶十元这个说法 究竟是为什么呢 是他的工艺造成的 我们知道这个浊器元器都是拉坯的 这样一拉回来之后 不管是青花的还是粉彩的 依次烧成比较容易 据说烧元器的时候也72%能去 烧方去更难了 怎么个难法跟大家聊聊 他这个方的,比如这是方瓶 他需要把这方瓶 分组成四半 这样对称 这跟这边是对称 这边跟这边是对称 这小孩过去 我一想和泥似的 和成四块泥 这泥还别推干了 别让它都干透了 半干不干的时候 半干不干的时候 它有粘性 大家过去玩泥的小孩都知道 这样的用手把它粘上 看这个为什么 这地方都有刮痕 这地方这里边 大家仔细看 这方的里边是有刮痕的 它为什么有刮痕 把它粘一块的时候 它不结实 然后再用点泥 这样用竹刀子把它刮上 然后呢 还是四干未干的时候 就成形了 里边有这个竹刀子的刮痕 这是在拉坯上 在化工上也是 这样狮子瓶 这样狮子瓶 它画这个泰师少师 这样画 在这一个几乎是一个平面上画 这就比较容易了 这蝉织梁过渡这个位置 因为它是整体上是一个图案的 这个要考画工的 这个工匠的技艺了 回到这支瓶上来 欣赏欣赏 欣赏欣赏这个画片 口径 底足 还有什么呀 还有它的包浆 材料 很不错 很不错 纯一对比较难得 这是一个 粉彩开光 会安居乐业的 安居乐业 画俩鞍铲 一个菊花 就中国古代老百姓 对于这种 美好生活的一个棋盘 安居乐业 现在大家都知道 核武战争 乌克兰老百姓 被挤得的居无定所 颠沛流离 这就体现了 这个安居乐业 和平的重要性 这平时真的非常好 而且这边 这些吉祥的话 三多 多子 多福 多寿 祝大家多寿多福 多寿 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对用来 有杂合 那怎么应该 还有 Lok 是 很多 Gandalf 心 怎么样